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 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上世纪50年代末 西安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一处古墓 根据考古学家的反复研究 断定这座古墓属于隋朝时代 依照隋朝墓葬的传统 多数墓室都修建得十分普通 与一般人家无二 这样一来 盗墓贼也很少盗掘隋朝的墓室 避免墓中贵重物品的遗失 可此次发掘的古墓 却与一般的隋朝墓室不同 这里修建得十分精巧 墓中还放了非常多的珍宝 当考古工作者想要打开棺墓 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时 却被棺墓上刻的四个字 吓得停住的手 只见表面赫然刻着 开着即死 吓坏了在场的专家 有这四个字作为挡路时 对于那些专门靠盗墓为生的人 无疑是最好的震慑 可考古工作 说到底是在搞科学研究 那些违心主义的事 都不过是封建迷信罢了 自来想去 专家们还是认为应当打开棺墓 毕竟一切都是为了 更好地了解我国的历史 当在场的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地打开棺墓 映入眼帘地出了一具 大约只有九岁左右的女童尸体 还有平铺在尸体上面的 许多金银珠宝 那么这个女童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能够在那个化繁为简的隋朝 享受堪比帝王的墓葬待遇呢 原来墓主人就是隋朝的大公主 李静逊 她的外祖母杨丽华 可是隋朝王室的公主 当时还嫁到北州当了一国之母 身份自然是相当贵重了 李静逊的夭折 对于爱她的人来说 是天大的打击 想必也是正因为这份宠爱 才决定将她后葬的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